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老师 我们要进入到一分母的加减法 首先我们来看到讲解一 那在讲讲解一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我们小四的同分母加减法 那么当我们要来加四 把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二的时候 我们在小四的时候是怎么加的呢 我们来画图给你看 首先呢我画一个圆 再来一个圆 那么我们四分之一呢 就是把它分成四等份 其中的一等份 我们叫做四分之一 那这里我也把它分成四等份 那四等份里面的两等份叫四分之二 那我在这里我把四分之一拿出来 然后把四分之二拿出来 这样拼起来我们就会得到四分之三 那是怎么做的呢 那我们是这样子的 四分之一就是四等份里面的一等份 四等份里面的一等份 那四分之二呢就是四等份里面的两等份 因为它的分母一样 所以大小一样 那么大小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统计啊 我们就可以来统计哦 它这样子是 一二三总共有三等份 这三等份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的同分母的加减很简单 分母四和四不能相加哦 继续写上四 因为这个四代表的是大小 是四等份里面的一等份 那由于呢一等份加两等份加起来 所以总共是三等份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一分母的加减 那一分母的加减 我们只要再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化为同分母 我们只要多一个动作 把分母变成一样 然后照着我们小事的时候 同分母的加减法就可以了 好首先我们来热身一下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这是比较简单的 五和二十 二十本身就是五的倍数 所以呢我只要把五变成二十 然后呢这里是五四二十 四二得八 所以呢这里就是八 那记得我们刚刚的做法了 对不对 分母既然一样 分母是代表大小 这样大小有八片 这样大小三片 总共加起来 就是八加三 总共就是十一片 分母的二十代表大小 不能相加 那这样大小的有八片跟三片 加起来就十一片 那么我们再练习一题 这个十四刚好就是七的倍数 所以呢我只要换 把七变两倍 变十四 七变两倍 二也变两倍 七二十四 二二得四 记得哦 在我们相加的时候分母是不变的哦 那么我们八加四 八加四等于十二 那么我们在小五的时候呢 是没有强制要约分 但是呢我们还是把它养成好的习惯 到小六的时候 课程会要求你做最减分数的表示 那我们养成习惯 我们都把它约成最减分数 免得你已经习惯不约分了 到小六的时候 突然老师要你约分 你会措手不息 那请把它抄下来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进行讲解二 讲解二呢 两个彼此都不是倍数的关系 那么我们要去找他的最小功倍数 刚好八和七 他们的最大功倍数是一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的功倍数刚好是相乘 八一的八 八二十六 八三二十四 八四三十二 八五四十 八六四十八 八七五十六 那这个七一的七 七二十四 七三 二十一 七四 二十八 七五三十五 七六四十二 七七四十九 七八五十六 他的最小功倍数是五十六 那么学校如果教短组法的人呢 你就会发现八和七功因数 你只能找到一 这时候他们的最小功倍数就是相乘 如果学校有教短组法的 你就用短组法 好 那 这个样子 如果八和七他的最大功因数是一的话 那 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子 八是上下同层七 七是上下同层八 那 有的教科书 像康宣版的 他就说了 你就可以这么做 这样叫做交叉相乘 有没有看到 交叉相乘 得到一个功是这样 分母是八乘七 分子是五乘七 加 五乘八 分母是八乘七 分子是七五三十五加八五三十五 这是康宣版里面有说的 但是老师提醒你一下 这必须要两个数字 他们的最大功因数等于一 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用这个方法 不然你会把分母放得太大 结果会变得难算 这样加起来是五十六分之七十五 那我们要注意哦 不管是五年级还是六年级 这个甲分数都一定要换成带分数 所以这个是一又五十六分之十九 一又五十六分之十九 好 那请把它抄起来 好的我们再来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四和五 它的最大功因数也是一 因此它的最小功倍数是四和五相乘 那我们就可以套用刚刚的快速的解法 就是分母就是四乘五 分子就是五乘一 四乘三 所以这就是二十分之十七 你要注意哦 四和五 因为它的 功因数 你看四的因数有一二四 五的因数有一和五 所以它的最大功因数等于一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最小功倍数 一定是 他们的最小功倍数一定就是箱子 再讲一次哦 当我们两个数字 找不到其他的功因数只能找到一作为功因数的时候 它的最大功因数等于一 这时候 我们去找四和五的最小功倍数的时候 刚好就是两个数相乘 刚好数 两个数相乘 我们再看这个八和七也是一样 八的因数 八的因数有一二四八 七的因数有一和七 他们的最大功因数等于一 因此呢 他们的最小功倍数就是八乘七 所以呢 当我们在遇到 最大功因数等于一的两个数字的时候 通分就直接 分母 直接相乘 那这个情况分子就是交叉 斜上斜下 七乘上五 八乘上五 那这边是五乘上一 五一得五 四三十二 然后相加 这就答案 这要特别注意 三十二 9分之8加6分之4等于多少 那么要注意看一下 9和6他的最大供应数不是1哦 所以你不要用刚刚的方法 如果你用刚刚的方法 你会发现呢 先不要超 如果你用刚刚的方法 你会发现 6、8、48、9、4、36 你会发现你找到分母变成54了 那其实9和6的最小功倍数不是54 我们来看一下 9、1、9、9、2、18 他们最小功倍数是18 所以呢 你找到54找太大了 那将来如果面临到要约分的时候 你这个还要再约分就麻烦 所以如果分母的最大供应数 如果数不是1的话 那就不要用刚刚的方法 你就慢慢的通分 把分母变一样叫做通分 把分母变一样叫做通分 那9乘多少等于是8 9、2、18 8、2、18 那6、3、8、4、3、12 所以是16 然后这是12 所以呢 记得咯 分母代表是大小不能相加 切成18块大小的有16块和12块 16块和12块加起来就是28块 那么要记得换成带分数 再强调一次 小五没有要求约分 但我们把它养成习惯 我们把它养成习惯 这个单元很头痛 因为小五还没有规定要约分 所以有的同学分母放的太大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到了小六的时候 维持这样的习惯 会是一个很麻烦的计算习惯 所以我们还是养成一个 很好的计算习惯 不要把分母通分 通的太大 再来8和14 8和14 我们去找它的最小公倍数 那我们比较偷懒一点的呢 就是去找14 去找14的倍数就好了 然后呢 你稍微想一下 到哪一个是8的倍数 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是28 再来3倍是42 4倍是56 8,7,56就有了 这个跟你用短阻法 其实差不多 没有比较慢 没有比较慢 那因为有同学反应说 他们老师要求不能用短阻法 那你用直接找比较大的倍数 同时也符合这个小的倍数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找到56了 8,56 8,7,56 这是乘4 所以是7,7,49 也是56分之53 它就是56分之53 是7,7,7,5 好,那再来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讲解式 那么遇到带分数怎么办呢? 带分数就整数的意思,我们还是用 我们以前的这个同分母的来解释给你看 这样叫做1 然后呢,这样叫做1又四分之一 这样叫做 然后,这个是 那这个加,然后 再来 这个 这样叫做1又四分之一 加上1又四分之二 我们在小四的时候是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啦,我们就把它排列顺序一下 我们再把它排列顺序一下呢 这个把它并到这里来 这样叫做四分之三 然后这里把它并到这里来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子啦 就是整数加整数啦 1加1等于2啦 你看懂了吗? 分数加分数啦 4分之1 加4分之2 这样总共就 2又4分之3啦 所以带分数的加法很简单 就是整数加整数分数加分数 就这样而已 那这个单元只是多一个动作就是你要把它变成同分母而已 甲分数的加减 就是整数加整数 分数加分数 是这样而已 甲分数的加法就是整数加整数分数加分数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9和15首先我们要把它通分变成同分母 9和15呢 我们用15 15比较大 9一得9,9二十八 15呢 15 30 45 马上找到了 95 45 这个不会比短除法还慢 你就是找比较大的 列出比较大的倍数 然后呢 再去观察有没有刚好也是小的倍数 这个不会比短除法慢 特别是三个的时候反而比短除法更快 好 那么 9和15来把它变成45 9 5 45 75 35 这个3 38 24 所以75 35 然后这个是 45分之24 那我们带分数的加法就整数加整数分数加分数 这个地方因为没有整数所以你不用加3加0 好 这个不用去加 你只要 这个分数加分数就好了 所以这里是这样子 3不用加 然后呢分数加分数 记得分母不要动哦 分母代表大小而已不用去加 加的是分子 35加24 59 然后呢 这里比较麻烦一点我们稍微讲慢一点 这里有完整的3 按 45分之59 那么我们把45分之59 把它划为 带分数 还是45又 1又45分之14 他是1又45分之14 好 那前面有3啊 所以我要把这个1加进来 1又4又45分之14 就变这样 加上这一个1 1加到那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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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再看右边 5和2 5和2他最 他的 最大公佣数是1 所以呢他们的最小公佣数就相乘 这个 这个就是 10分之8 加1 又 10分之5 整数加整数分数加分数 1又10分之13 那么 10分之13是假分数 所以呢是这样子 5和2 那这个1就加到这里来 他就变成2又 10分之 这个就分子3 2又10分之3 5和2 那我们再看讲解5 计算下列个题 7又14分之5加3又21分之4 我们 找14和21的最小公佣数 那我们用 21 42 马上找到了 他是14的3倍 这3倍 3 5 15 如果你学校用短除法的人 你就继续用短除法 那毕竟这个单元 小五的课程是规定不用短除法 那有人跟我反应说他们 有老师 有老师看到我的影片 老师 老师这个小五不应该用短除法 那我们就从上如流了 整数加整数分数加分数 整数加整数分数加分数 这个地方真的是 很麻烦啦 有的老师坚持要用短除法 有的老师坚持不能用短除法 那对我而言 我都OK啦 那不用短除法其实也不会比较慢 不用短除法也不会比较慢 特别是三个的时候反而 用最大倍数来找反而较快 那再来15跟30 一看就知道啦 30是15的两倍啊 所以呢 这个是这样子 8有30分之8 加3有30分之11 那么我们就整数加整数分数加分数 8加31 好然后8加 8加11 19 很简单吧 整数加整数分数加分数 8加11 再来我们进入到讲解料 三个的反的短除法不好做 这个39 它不但是13的倍数 也13的倍数 所以我们全部都把它换成39 好这个是39分之上下同乘3 那就变成3了 再来第二个是39 上下同乘13 所以13 再来下一组不用动 分母代表大小 分数一等份的大小 不用去把它加起来 我们只要把分子加起来就好了 这个分子是3加13 我们可以这样跳着加 3加7等于10 10加13等于23 加法有交换率结合率 我们不用很呆板的从左到右 我们可以找有加起来末尾是0的 叫凑10法 把它凑成有0的数字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 5 3 2 5 3 2 这三个要来找最小公倍数 5 3 2最大是5 我们就从5去出发 我们就从5去出发 5 1到5 5 2 1 10 他是2的倍数了 但还不是3的倍数 5 35 他是3的倍数了 但不是2的倍数 5 4 20 5 5 25 5 6 30 都到了 同时是2的倍数 也是3的倍数 更也是5的倍数 所以我们就把分母都化为30 2又30分之多少 4又30分之多少 还有1又30分之多少 那第一个呢 5 6 30 这个乘以6 那3乘10 然后2乘15 我们先把它写下来 比较不会搞臭 好 5 6 30 那6 4 24 然后20 还有15 那三个的也是一样 整数加整数分数加分数 整数把它加起来 整数把它加起来 2加4加1 2加4加1就是 1 还有我们的分数 分数也把它加起来 24加20 44 44加15 59 那么59超过了30 59超过了30 所以我们再把它划 假分数 好 好 那这时候呢 这个1就加到了7 就变成了8 30分之29 好 那这时候呢 这个1就加到了7 就变成了8 30分之29 好 好 那我们再看讲解期 自圆昨天喝了12分之10公升的牛奶 今天又喝了8分之7公升的牛奶 自圆这两天共喝了多少 那么共喝了多少就是把两天加起来 10分之10 加上 8分之7 好 这时候12和8我们来找最小公倍数 12和812比较大 11 1倍2倍 找到了24同时也是8的倍数啊 所以我都把它变成24啊 都把它变成24 我都把它变成24 所有的分子呢 就变成了20 分母变成了21 好 那这时候分母不动 分子相加 分母24 分子呢 41 好 那我们再把它划成 甲分数 41 除以24 17 1又 24分之17 1又 24分之17 好 这很简单 那单位是公升 应用问题要写答 公升的英文是l 我们可以写英文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